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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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在这这个书店有什么特别的要强调它的特别点吗 特别点就是它的走球咯 然后打卡拍照很有气质咯 就是人家进来打卡拍照啦 ok那我们先看到我们的友注朋友的cosplay 他们还算是比较寒细咯 对 其实蛮漂亮的来里面拍照打卡是不错的这边 他灯光那些都很好 不过真正买书的好像看到没有几个哦 我知道的就是这边的书的消费还是蛮高的 不是一般的高啊 对是比较贵一点对不对 其实买一下的书就都不便宜啊 要便宜的话就要去东国台湾买就比较便宜 那个是抬着书回来我是 对了整箱整箱的 我的书店真的是不错 够大书也够多 种类也多 我觉得我现在拍书我突然间想到我在台湾 你是在最后第二集的时候在成品书店拍了这些书 不过也没有特别去讲解了 所以给大家看到如果你们要买书你在马来西亚 如果是那些住在国外 除了你住在香港台湾中国的话 你来到马来西亚新加坡你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中文的书记 好这点你在你在其他地方比如是泰国宴啊那应顿一下是很难找到的 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就是说这本书是八十八块两毛九 这是储慈 储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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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住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朋友台湾朋友香港朋友不用担心在马来西亚很多中文书记 你可以慢慢的挑慢慢的写慢慢的买 有简体字的有繁体字的有横的有直的 有从左到右到右到左的 没问题 没问题 只要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一来就想 这边可以喝咖啡 哇那咖啡香味嗅到了 咖啡香 然后就可以坐在这边吃东西吃点小点心 茶点 然后这边小柠檬也是挺漂亮的 我看到外面有一个小咕咕 小咕咕 给它咬到嘴巴 我们那边也看回去 这个景点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很猛猛 新年要到了 通常在新年要到的时候马来西亚可以看到这种映成的这些书啊杂志啊或者是录像带啊 告诉大家你今年你是什么生肖 然后你今年有什么财运啊或者你的事业运啊爱情运啊都会跟你讲解 所以在这方面呢再买一下新加坡你都会看到 好我们来到她的游乐场还有水上乐园 而且梅姐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水上乐园 哈哈哈哈 我今天是很想下去玩了 很想下去玩了 如果是呢 元旦夜的话呢 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呢 这边通常都会有提办演唱会 靠道 放烟花 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景点 除了在季温波时期 三位冷冻也是十万几万这种靠道的活动的场所 可能有放烟花 人家你说会有吗 所以可能今年会有 所以希望今年有的话 也能够把这个喜庆的气氛带到最高潮 对对对 把那些不好的情绪啊不好的能量给散发掉 对让烟花一泡而过 今天看到杨哥很开心啊 今天是应该是 是你疫情过后第一次的圣诞节 疫情过后 其实每年都有 都有 只是看怎么样去庆祝啊 差不多晚年都是出国旅行 不过今年就是可能因为这个 啊 因为之前去了几个地方也是累了 然后刚好最近这年尾有一点东西掉了嘛 所以本来出国就 确定没有出国 没有出国的话 然后可能再过几天我就会呢 很难讲 不过这个时候呢 趁着圣诞节嘛 就叫了血媒一起出来 我们请个晚餐 然后为这个 新年的圣诞 啊 就是 做一个 庆祝吧 啊圣诞节呢 对你的意义 对我来讲其实从小时候就是有一种同年的回忆吧 所以 所以我相信圣诞节就算是谁都好 都是把它当成这个很喜庆 很欢乐 又有一点给你有一种回到小时候啊 那种文化故事的讲解 因为有圣诞老人嘛 好 我不讲这个 我就讲这个主要的重点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个啊 好 这个 视频 因为我们觉得 马来西亚嘛 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 都去比较主要的山场 比如在旧国的 啊 或者是 或者就是 还有的就是 然后很少人会去拍一些周遭 其实也是很著名的广场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就分 兵分两路 刚开始呢 姐妹就在 Valocity 也是三位 Valocity那边拍 啊 那边的这个圣诞的布置 当然也有拍到一些新年的布置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 我在 啊 万大广场 就是万佑 万武大门 然后也拍了那边的圣诞的一些专事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在 Bukit Jalil的白云年 就是我们的Solid白云年第二 OK 他还是在去年才开幕啊 然后今年的圣诞气氛也蛮不错 然后干巧那边有活动啊 我们都拍到了 年轻人最喜欢的Cosplay OK 啊 变装啊 OK 红华变装啊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只是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很乐意的去参与 然后他是属于中小的一个Cosplay 不过参与的人也蛮多的 然后最兴奋是看到 这次参与的人呢 不只是华人 我们看到有马云永珠的朋友 然后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 有来自日本啊 中国啊 韩国啊 还有异国度啊 然后甚至其他的啊 啊 我没有看到 不过就是基本上他们都很舍得 因为他们是觉得在Cosplay参与的时候 是他们的兴趣啊 所以他们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交流 然后一起来扮演劫色 然后当然这些东西不简单哦 他们要从前自己买那些福大 甚至自己去设计 还是准备那些道具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呢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活动 好的兴趣可以值得去表扬 可以值得去推崇 或者是去发扬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这些年轻的小朋友 年轻人都很有思想 他们都知道他们扮演什么角色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去筹备钱 去买这些道具 买这些福大 或者去自己制作 我觉得真的是 他们不是盲目的 他们是有目标性 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信息 而去做这种事情 而且不简单哦 因为你要穿着这样子的一个打扮 走出街 因为在公共交通上 给人家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 这就是不简单哦 所以这些也是一种磨练 还有的就是要提醒那些 小朋友小孩子 自己如果你参与这种活动的话 一定要报备家里人 要注意自己自身安全 也要去结交一些值得信任的朋友 对对对 这些很重要 一步进来讲 在外面甚至是有些披着羊皮的蓝 所以这些人还是要特别小心 对对对 不过也很开心 我觉得他们都很很舍得 然后也很很敬奇的参与 而且享受其中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会说 从当中这个活动的当中 找到自我的价值 对这个很重要 而且很多都很年轻哦 是的 非常棒 然后支持你们 希望你们越做越好 等一下 还有问一个问题哦 嗯 像这种节庆哦 现在越来越偏向了商业化 你认同吗 我觉得 就是我说这种圣诞节啊 我觉得 觉得你要用两种 如果三家没有出钱 制造这种气氛 那你的气氛呢 要从哪里去运高呢 所以一定要有一点三家的配合 然后同时最主要呢 洁庆还是你本身 你的洁庆就在你的心里 如果你的心没有洁庆 你来到 就算不知道多么有气氛的地方 你都不能够有那种感受 所以我觉得呢 都是要相互的 就是心态方面 对 大家互惠互利 互相感恩双赢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的 所以我觉得 不论是三家 或者是公共的 或者是政府方面处理的 最重要呢 他们有这种心思 去营造这样子的一个佳节气氛 是值得我们去支持 说得好 说得好 好 接着下来 圣诞节过了就是元旦 看看元旦 我们有什么节目 如果有的话 我们拍给大家看 不然的话就是等新年咯 好 希望祝大家 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加油 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现在在选择 跟圣诞有 有圣诞气氛的餐 但是我到现在才是觉得 mattona是最有气氛的 没有booking 就是waiting list 对 对 matttona啦 没有的选择才matttona ok 去bappé那边是要reserve 对 paradam no ok ok 我就在那边也是ok 你不要保险 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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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车 踩车加 parking没有办公 来我们来看看这边有sport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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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sport 虽然是圣诞节没有火鸡吃 虽然是圣诞节没有火鸡吃 不过他的拉西勒麦有一个大大的鸡腿来代替火鸡 然后呢又有这个所谓的coconut shake ok 也不错啦 我这个是我的 然后等一下看看雪梅姐她们叫什么东西 嗯 啊 给中国 香港台湾的人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拉西勒麦 嗯 我们马来文是这样的 拉西勒麦 ok 就是勒麦 就是那个椰子 椰子 椰姜 那些就是饭 ok 所以它里面有蛋啊 还有所谓的些是啊 啊 啊 就是我们的蒜菜 salad 然后我们一些 所谓的这个啊 姜衣仔 然后花生 然后青瓜 黄瓜 然后就是一块炸鸡肉 它可以有炸鸡肉 因为有咖喱鸡肉也可以 然后最重要的精华就是这个 桑巴 所谓的辣椒酱 里面混了很多的 香料 香料 辣椒 小橙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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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头 大葱 辣椒 还有姜花 还有我们所谓的另外一个是那个马来人的叫做什么 嗯 那个叫什么很臭的 那叫什么 巴拉酱 对了 啊 好 这很有生蛋给我哦 因为有绿色啦 对对 对对 还有这个虾血的颜色 哈哈哈哈 我根本来 这个是阿里奥里奥 意大利炒面 好 好 对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最重要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按小铃铛如果有铃铛的话没有铃铛就随便了OK谢谢各位 耶 耶 耶